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拿大央行即将在9月做出的利率决定 会是央行当前加息周期的最后一次吗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的至少一位分析师 似乎是这么认为的 CIBC董事总经理兼固定受益主管Paul X 在8月22日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他的团队怀疑央行加息的步伐转变即将到来 并预测央行将在9月7日加息75个基点后 暂停加息周期 这将使央行基准利率升至3.25% 与央行此前的指引一致 即基准利率可能升至中性水平2%至3%之间 这个利率既不会帮助也不会阻碍经济增长 Paul X补充说 如果他的团队是正确的 那么下一次靴子落地将是10月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市场预计到第四季度将出现一系列50个基点的加息 Paul X在给客户的报告中说 我们预计9月份的央行声明将倾向于依赖数据 而不是像7月份的声明那样直接暗示利率将进一步上升 出于这个原因 如果我们认为的央行在第四季度进入加息多信期是正确的 那么市场敏感性很可能会从央行的信号转向数据 主要是通胀 但通胀增长的可能性较小 加拿大央行今年的加息路径相对激进 旨在遏制通胀 尽管央行在1月份继续加息 这在当时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困惑和批评 但在随后的会议上 央行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大幅加息 直到3月2日 央行财加息25个基点 将基准利率提高至0.5% 这也是自2018年以来的首次加息 并且是在担心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对经济造成影响的情况下提出的 全球供应链混乱 中国近年推行的COVID-19清零政策 以及联邦政府的高支出只会进一步助长通胀 在努力控制通胀的过程中困扰着央行 加拿大央行行长迈克莱姆在4月下旬承认 央行误判了通胀 并承诺将采取更有利的行动来降低通胀 最近 随着7月份通胀率从8.1%下降到7.6% 麦克莱姆表示 加拿大央行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才能将通胀率降至接近2% 7月 加拿大会议委员会经济学家 Wayne Mugam对7月CPI数据 是否标志着加拿大通胀上升 已经结束的问题提出了质疑 但指出 要影响加拿大央行的决策 还需要多一个月的好消息 本说 总体CPI可能已经下降 但在达到银行通胀目标范围之前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影响通胀的夏天还没有结束 根据最新公布的问卷 结果显示 大量BC手的司机在开车时 会出现使用手机通话 或发短信等分析行为 43%的受访者承认 每10次出行中至少使用一次手机 该比例高于2019年的33% 尽管有73%的受访者很清楚 如果在驾驶时 手持或注意力在电子设备上 可能会被警察抓获 有21%的司机坦言 他们有可能在下次开车时 继续初心分心驾驶的行为 59%的司机在一定程度上认为 开车时打电话 有时是完全安全的 42%相信 边开车边发短信 有时是完全安全的 87%的受访者表示 如果被别人知道 他们在开车时发短信 会感到羞耻 该项调查是由调查公司 IPSO于4月1日至25日 在网上问卷进行 一共1001人完成问卷 调查结果一显示 受访的BC司机之中 有21%承认 在问卷前一个月内 曾在开车时发短信 19%承认 曾在不使用免提设备的情况下 使用手机通话 数据显示 分心驾驶占 占BC省知名车祸原因的 四分之一以上 为道路安全制造 严重隐患 平均每年夺取76人生命 其中低路平原25人 温哥华岛9人 内部南部内陆29人 中北部地区14人 BC保险公司ICBC 与警方正在发起一项 为期一个月的倡议活动 敦促司机在开车时 不要使用手机 近日起 警方会加强分心驾驶执法 社区志愿者也正在开展 SailWatch部署 以提醒司机 驾车时专注于道路情况 ICBC指出 使用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 是分心驾驶最常见 及最高风险的形式之一 令发生车祸的可能性暴增5倍 事实上 任何降低司机专注于道路 或控制车辆能力的行为 都会危及车内人员 以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驾驶员可以通过 避免分心并鼓励其他人 也这样做 来维护道路安全出一份力 重要的是 要时刻注意周遭情况 即使是在等红灯或塞车时 BC警察局长协会主席杜邦德表示 为了确保道路安全 作为秋季分心驾驶宣导的一部分 掀起全省开展了教育及执法活动 警员及社区机构的努力是必要的 因为分心驾驶 仍是危害行车安全的行为之一 除了造成许多不可逆的伤害之外 每年有近80人 因不顾及他人的分心驾驶事故而惨死 开车时看一眼手机与否就可能是生与死的区别 BC保险公司道路安全主管马修斯指出 当手握方向盘时 专注于道路状况 应该是每个司机的首要任务 再重要的电话或短信 都不值得以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为代价 请把手机暂时放到一边 或调制静音或无掌模式 为旁人树立积极榜样 加拿大著名的旅游圣地 颁服国家公园内 发现了小龙虾存在的痕迹 工作人员立即展开调查 开始设施大量的陷阱 抓捕这种入侵物种 据了解 加拿大公园管理局的官员正在调查 一种在阿尔伯塔省被列为 入侵物种的北方小龙虾 是如何进入班府国家公园的 这种无脊椎动物看起来像一只微型龙虾 确实生活在该省其他地区的池塘和小溪中 但当官员被告知 他们可能存在Evol Lake的冰冷水域时 使他们感到十分惊讶 也十分戒备 这一发现使加拿大公园的官员们 立即出动到该地区 经过大约一周的搜索 他们找到了这种入侵物种 加拿大公园的生物学家 梅根说 我们在设置的小鱼陷阱中捕获了一只小龙虾 这种生物生长约8厘米 体型虽小 却能对脆弱的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 根据阿省政府的网站 北方小龙虾喜欢生活在有很多植物 岩石 泥土和淤泥的淡水溪流 湖泊和河流中 他们也喜欢待在相当深的地方 最深可达10米 这样他们就能承受阿尔伯塔寒冷的冬天 政府表示 小龙虾一旦到达那里 就会影响现有的食物供应 并对许多阿尔伯塔省本地物种和冰杯物种的数量 产生负面的影响 至于这只原本不存在于这里的小生命 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它可能是从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中 得到了一些帮助 我们怀疑 这些是在游客那里放生的 梅根说 并补充说 拥有一只活的小龙虾是违法的 你不能拿它当诱饵 现在 梅根说 加拿大公园已经在该地区设置了一系列的陷阱 但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了一只小龙虾 她说 她并不认为它在那里生活了超过了几个星期 但这只是一个估计 通常当我们发现这样的东西时 还会有更多生活在这里 所以虽然我们希望这是唯一的一次 但我怀疑还有更多 加拿大公园要求任何在山区公园 发现小龙虾或任何其他入侵物种的人 立即报告 有加拿大环境组织表示 在一元店内出售的产品中 有四分之一以上验出含有有毒的化学品 例如千等物质 故呼吁政府应该提高透明度 及严格执行有毒化学品法规 环境保护基于对数十种产品进行分析 包括电子产品 玩具 罐头 及爆米花 发表报告 这主要关注之一是 加拿大环境保护法目前仅限制产品中 被认为是外部可接触部分的有毒物质水 皮 但一些儿童及玩具内的汗料 对签呈阳性反应 其含铅量高于物品外部容量最大含量的8000倍 环境保护的有毒物质项目经理Cassie表示 产品可能会损坏或磨损 因此有关的限制应该适用于整个产品 而非仅全新时所使用的部件 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吉鲍尔表示 将会审阅该报告 并对修改法案持开放态度 该法案已经处于立法更新之中 将与今年秋季在国会进行辩论 千呼万唤 温哥华港湾 我们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港湾宝宝 我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及时追踪大温新闻热点 一起关注世界大小事 星期二到星期六 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温哥华港湾粤语台 和你越多关心大温与世界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了 以上是 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